《传福音》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在13年前我立志每天 是履行一个大戒命 为主作见证传福音 但是渐渐发觉生命枯干 传福音过程当中没有动力 例如例行公事、公式化 突然叮一声 神让我看到还有大戒命 原来看这两个重要新约的真理 是相通相容的 可以一起去履行的 我将大戒命和大使命 好像两个火车头带动我的生活 和我的服侍 效果截然不同 大戒命在福音书中 《伏累福音》 《马太马可》 《路加》都有记载 耶稣说这个戒命是一切先知和律法 一切道理的总纲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每个信徒都要履行这个大戒命 另外一个新约的真理就是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 记载在《马太福音》整卷书最后三节 《大戒命》分开三个部分 而三个部分都是说爱的 我们首要是爱我们的神 第二就是爱我们自己 第三就是爱其他周边的人 而大使命分开四部分 这四部分就是 所以你们要去 去就是为主作见证和传福音 第二部分就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第四部分和第二部分相关 第四部分就是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为什么第三部分突然间摆在这个位置呢? 原来第三部分一般都是教务同工 全道人有这个的性质去为别人去施洗 第三部分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最后讲到一个见证 有一天我上了巴士 旁边有个女士 我将两张的福音单章遞给他们 他接受了 没机会有两个长者 应该是夫妇来的 本来我也没有理会他们 后来就突然间 圣灵感动我 这两个夫妇年纪都大了 如果他们还未信耶稣 将来去不了天堂 非常可惜 我又有感动 从我的斜包桌 就拿了两张的福音单章 遞给这位长者 这位男士 他又遞给女士 我发觉他们在车上 谦谈福音单章里面的内容 隔了几个站 先生下车先 太太仍然站在 下车的门口的位置 她突然间转过头 一手握着 我送给她其中一张单章 另一手指指着福音单章 她问我 是否拿电话找到我 当时我就不顾虑她 是否信到耶稣 我只顾及她的安全 因为她是没有扶住任何车上的扶手 恐怕司机一开车 她跌倒的时候就很麻烦 从这个见证当中可以知道 我通过大使命 其实期间都带出大戒命 原来大戒命和大使命 是可以一起做的 因为两者是色色相关相容性的 透过这两个见证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我们在地上成为神的儿女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每日应该都要行大戒命和大使命 将福音传给其他我们周遭的人 祝福大家在生命上能够多结果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